跟著鏡頭走進位在新莊的勞動部北分署 這是前北分署長謝宜蓉的辦公室 不只綠玉盎然還有舒適座椅 辦公桌背後懸掛好幾束不同色系乾燥花 謝宜蓉還有會客區 墻面掛有要價不菲的陸角角 另一側窗台也有排列各式綠色植栽 高腳椅巴台式會客區很享受 總計花近145萬裝潢 還拍成影片記錄 北分署同仁早就看不下去 新上任的勞動部長洪生漢坦言 白設過檔而打開政府採購網 北分署標案去年11月決標 名稱是新莊本部空間魅化整修工程 預算145萬最後由桃園廠商得標 不過被爆料高昂裝潢費 竟然是來自就業安定基金 他不像是一般公務機關的布置的一個做法 那所以我們看了也很驚訝 就業安定基金的用途必須考慮到 他的一個使用的正當跟比例原則 民眾黨立委陳昭茲也發文 只為了謝宜榮個人喜好 北分署電費暴漲近五十五萬 這算不算貪污 而謝宜榮不僅霸凌銅人 就連辦公室裝潢都涉嫌浪費公帑 即便離開公職 該面對的法律問題 絕無逃避空間 三十五分鐘為止我們宣言台報道